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第一個 一樣利用IE的物件去下載相關的資料 前面講過有關氣溫部分 實際上以後你們可以套用 類似的模式去抓取網路資料 只要這個資料是在網頁上面的資料 你通通可以利用IE物件去把它下載下來 有很多情況,當然在Excel裡面提供了一個 從Web下載資料的功能 不過那個功能 很多狀況其實都沒有辦法順利的把資料抓下來 當然這個時候你就有必要改用 我是覺得IE物件其實還蠻萬用的 等於是說 基本上只要網頁上的資料基本上都可以把它抓取下來 之前的話我們是利用那個氣溫 全省的氣溫 另外還有全省的降雨量 當然全省的氣溫降雨量之外 還有別的 當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全部如果 通通把它抓取下來的話 基本上 大概 比如說還有其他什麼 像是 日照的時數 另外還有什麼 最低氣溫 然後 比如說 這個全省的最低氣溫 大概 每 個月 最低氣溫大概多少 那歷年的最高氣溫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資料也抓下來 那像那個日照時數 其實跟那個像現在因為發展那個綠能 不是太陽能嗎 太陽能當然 日照時間就很重要 如果你日照時間很短的話 你那邊 弄個太陽能板 當然就效益非常的低 OK 所以其實 像這個資料其實也可以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那個有關發展綠能的參考 OK在哪個地方 就是 蓋 另外的話 可能其他還有像什麼 最低氣溫 如果像最近好像也有很低 甚至低到快下雪 還有什麼最低氣溫 如果小於 等於10度的話 其他最高氣溫 OK 那最近那個 幾年那個氣溫其實變化相當多 大於 30度的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還有像有些同學 這個做的報告 因為那個 這一次的期報報告有些同學已經做出來了 是別的班 那他們也利用什麼 像相對10度也是一個可以拿來 當參考 那相對10度部分的話其實可以 像 到底哪個地方最需要買廚師機 所以其實廚師機的廠商 他就可以拿這個資料 然後 就是做 哪些地方的 這個 這個比 後來好像有學生做一個 比較 發現好像 相對那個 濕度 相對比較高的 好像是 淡水 OK 因為他離海比較近 那其他 而且好像還有什麼 相對濕度跟什麼 日照時間 好像是有一個 正 正向的關係 就是說 因為日照時間短 所以他的那個什麼 濕度比較高 對不對 那當然 這個是可以推論 不過推論的話呢 當然你就要去證明說 這個是 另外還有什麼 雲量 有沒有 相對濕度跟雲量是什麼關係 對不對 OK 是正的還是負的 還是沒關係 OK 後來發現 應該是有關係 而且是正向關係 有沒有 剛好是負向關係 雲越多 濕度越低嘛 剛好低 濕度越高 所以應該是 也是正向關係 就是 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的關聯性的 不是沒有關係的 OK 那雲量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全省有25個監測站 每天 就會有 監測站人員在上面 好像最近有一個 監測站蠻紅的 叫什麼 叫玉山監測站 有沒有為什麼 因為玉山監測站 高度是最高的 然後那邊上面是 沒有電力的 電力來 從哪裡呢 其實就從太陽能 所以好像有一個新聞是報導說 因為剛好下雪 所以他們為了要發電 所以還要去殘雪 把那個太陽能板上面的雪給殘掉 不然的話呢 他被 雪給覆蓋了 那就 太陽能就沒辦法發電了 OK 而且 上面 哪裡來的水 是不是還要自己下去接水 有沒有 而且聽說那邊 這個 這個 冬天下雪 但是因為 用太陽能發電 所以即便要開暖氣 也沒有電 我怕電力夠不夠 因為上面如果 用太陽能發電 應該很難說 可以達到那個 發電的這個 這個量 所以其實 相關的這種 中央氣象局上面的資料 其實就可以足夠 讓我們做很多的 相關的 分析 跟生活其實還蠻有關聯性的 OK 所以 那這些資料的網路上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做一些 一些 後續的統計分析的話 對於比如說 各個 產品 比如說你要購買或者說你要銷售的話 其實都可以 做一些 這個參考啦OK 那因為 這個部分的話也是我們前面講過 前面我們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當然抓取其中一個 是沒什麼問題的 可是如果你要抓取 每一個的話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把那個氣溫 變成降雨量的話 那會有 一個地方 必須要多五行程式 有沒有 那五行程式前兩行就是要 把那個下拉清單有沒有 可以把它切換到第10個 然後呢讓他那個第10個能夠work 有沒有 其實就加了五行程式 至於那五行程式雲端上都有啦 你應該可以很容易找得到 OK 那其實 很簡單 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這一期 我是希望你不一定要 完全每一行都自己可以寫得出來啦 但是最好可以啦 OK 不行沒關係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嘛 有沒有範本至少你要能夠知道說我到底改了什麼地方 然後可以把這個效果給我 給做出來 那以後遇到類似的 網頁的時候 那當然你也可以 用類似的方法去完成 也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那這樣 那當然 我是覺得因為網頁的環境複雜度還蠻高的 所以你可能要多去 嘗試幾種不同的網頁 當然了像我的習慣是一定也會遇到 問題 那遇到問題怎麼辦 沒關係啊 就是在解決問題嘛 所以 如果你每個每個都試過了 發現好像 每個網頁都可以 用類似的方式可以取得資料的話 那大也是以後就變成說 那其實你就成為一個 算網路爬蟲的 高手了 OK 現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這個技能還蠻必要的 為什麼因為其實很多資料其實都是放在網路上面 那你放在網路上面假設說你的資料量小還可以用土把鏈鋼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資料大的時候的話 那你當然勢必你就不太適合用人工的方式 也就是企業裡面 假設你要專門找一個人幫你土把鏈鋼 那你倒不如找一個人幫你寫程式算了 對不對 而且甚至當然你還可以外包了 對這東西你還可以找一個人專門 來幫你把那個爬蟲功能寫完 那你就OK了 因為其實每個行業 都有 就是 情資的需求嘛 比如你這個當然相關情報 當然在某些網頁可以得到相關的 資訊 那你一定要一手資料 其實資訊也是在打資訊戰嘛 你要跟其他同業競爭嘛 那你如果資訊比人家落後的話 那相對的 你可能有些東西 你競爭性將來就比較薄弱了 你不要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結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OK 應該不管各行各業都一樣吧 總會有那個爬取網路資料這邊 這方面的需求 OK 其他的話用 我是覺得用最多的還是 金融方面的 我發現那個 金融方面的像股市資料 像外匯資料 像期貨資料 像一些 黃金啊 等等的 投資標的物的相關資料 其實就已經做不完了 而且這部分的話 投資組 我發現 其實投資組需求很大 網路上很多像我的影片放上去 很多投資組 就會一直問說 這地方要怎麼怎麼 怎麼做 怎麼做 OK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像 金融從業人員 我發現現在 金融從業人員應該也被逼著 以前可能可以用一個圖法列 因為資料不多嘛 可以 複製貼上 但是問題現在 因為資料量增加 速度太快 太多 所以 變成你一定 勢必一定要學會這些東西 另外再來就是 變成現在 金管會 大力推那個 數位金融 Fintech 所以變成說你所有東西 以後可能 以前資料也許還有紙本的 現在可能全部都沒有紙本 全部都在線上 那你線上的話變成說 以前是紙本的 所以還需要用人力來完成 但是如果你變成線上的數位的 那當然你這個部分 就會牽涉到你可能 就需要用程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用程式來解決 其實目前比較夯的啦 大概不外乎就是像Python Python應該是目前 那個聲量最高的 另外還有一個R OK R R語言 有個R的語言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現在學的 那為什麼我們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這上面 其實我 其實 這些語言我都接觸過 像Python我也交了還蠻長的時間 後來發現 用VBA的好處是 等於是 最簡單 第一個 沒有安裝環境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 程式相對的我覺得也沒有太 當然你說程式一定都複雜啦 只是說如果比較下來的話 其實Python 就是 VBA相較之下 好像 還是比較簡單 很多喔 OK不是一點點喔 簡單蠻多的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是用Python 要做到那個 網路爬蟲的 這種需求 其實 類似像這個東西 也可以用Python 也可以用R去寫 但問題喔 寫下來的話呢 那 絕對喔 我就覺得 比較下來 沒有像 VBA這麼的簡便 為什麼因為 基本上 一戰式的 等於Excel裡面通通都可以搞定 因為 VBA 抓下來的資料 直接就放Excel 但是Python抓下來的資料 要放哪裡 因為Python 本身沒有Excel 所以 它變成說可能要放個資料庫 那你資料庫到底要哪一個資料 當然一般也許用Sequel Lite 不過你又要再多 學一個所謂的資料庫 OK 所以其實相對的話啦 這個相對的門檻 還有相對的技術性 也會比較高 OK 達到的結果可能是一樣的 那當然 如果是一樣的 那 何不就是 直接拿這個 我們來 來做 那 所以呢 這個是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有改一個什麼呢 就是 把 這個同樣的邏輯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台灣股市資訊網的加權指數 有沒有這個就跟 這個 金融比較有關聯性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實際上就在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邊有一個 下載 在第 在這裡 第五個單元 因為上禮拜也有同學說 找不到這個啦 其實 我是另外又獨立了一個 獨立了一個單元的講義 OK 那這個其實就是拿什麼 拿那個氣候的程式來做修改 那修改下來的話 反而又更簡單 像這個 這也是有同學需求啦 他說 老師我想要去抓那個什麼 把我們的那個 這個氣溫的這個範例 改抓這個 台灣股市的資訊 這個網站我發現蠻多人 蠻多人用的 而且蠻多人想要 去抓取上面的資料 但是很多時候是抓不下來的 那怎麼辦 那上禮拜我有講一個方法 反正把它套用修改 而且反而 改下來的程式 比那個氣候跟這樣一樣更簡單 為什麼因為它 裡面沒有TH OK 所以 第一個 我們找到這個網站 那個網址 那網址結構 你會發現 其實當然一般我是習慣分析一下 第一個 它用的技術是 點ASP 點ASP 我現在好像跟各位有沒有講 就是那個像大樂透那個網站 其實這點ASP 那個技術已經超過了30年 應該有超過30年的技術 可是還活著 居然還有人用 而且還沒什麼問題 所以你說有些技術 是不是要用最新的 結果我倒覺得這個是可以商榷的啦 當然 以一般教學上來說啦 他們還是希望推新的 可是我發現一直推新的一直推新的 大家都學新的 但舊的都忘光了 舊的大家都不會 新的都會 可是問題還是有舊的需求怎麼辦 舊的就沒有人會了 所以年輕人就只會新的 如果他業界遇到ASP 他就掛掉了 這老師沒教 ASP是什麼東西 這個太久遠了吧 OK 其實跟各位講 ASP背後的程式 就是VB 就跟VBA有沒有 是細出同盟的 寫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VBA 這個A是Excel的Application 是用Excel裡面的物件 有沒有比如說Sale Sale是儲存格嘛 這當然一定是Excel裡面 但是因為那個 ASP是網頁的 所以他用的那個 網頁的物件又不一樣 OK 差別 語法是一樣的 差別是使用的物件不一樣 OK 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啦 OK 所以其實我最早 我大概差不多 多久以前 好久 20幾年前 開始從業的時候 我就寫這個 OK 所以我對這個語言其實還蠻 算有一點了解啦 OK 後面他有衍生一個 ASP加一個Ex Ex 就是ASP Ex 如果你看到那個 ASP 其實他的技術就是叫做 ASP多一個 Dannet 後來那個微軟就多一個 Dannet 的技術 OK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還有其他 所以很多同學說 老師那個 網絡的技術有哪些 我說 你ASP可以 ASP Dannet也可以 其他還有像PHP PHP還蠻普遍的 另外還有像JSP JSP是用Java寫的 後面還有用Jungle寫的 用Python 我們之前也有開個課程 也可以用Python寫 這些相關東西 至於 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用哪一個 反正做得出來就好了 說真的一般老闆也不會去管理說 你用哪一個 只是說 用這個技術的好處是說 他直接就可以拿 一般的電腦去架設像這樣的網站 其實像這種架設ASP的網站是最簡單的 因為只要有一台電腦 裡面有Windows 7 其實Windows XP都可以了 就可以拿他架設網站 然後就可以去 做像類似這種東西 我覺得簡便性還蠻高的啦 他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就是後面的話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問號 問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傳遞給這一支 往這個 主機上面的這一支程式 程式名稱就是 也知道嗎 Stack H 什麼 Hiss 什麼 Anamounts 這個什麼 就是這支 就是一個程式的名稱 然後呢 後面就傳遞一個問號是說 後面會傳給他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Stack ID 有沒有 Stack ID 就是他的參數名稱 等於後面的話就是他的參數的值 就是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傳給主機上面 所以主機上面 SERVER上面的話就接到 你使用者端丟一個訊息 跟我講說 我需要 Stack ID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主機怎麼辦 就知道說 你有這種 就是 就把你要的東西丟到 瀏覽器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的話 就是從主機那邊丟給 你要的這些項目 所以 目前看到這個網頁就是加權指數 有沒有 就這個 那我們這個需求 是說 這也是學生問 他說 是我試過 我希望抓什麼 抓這個底下的 但不是全部啦 因為全部太 太複雜了 他說我要抓的 只有這個部分 哪個部分呢 就是 這個 表格 哪個表格 從年度 到 從2021有沒有 只要抓到2004就好了 不用太多 就把 目前各位看到的這個表格 給抓下來 把它抓下來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把 這個表格給抓下來 也就以後啦 你看到網頁上面的 只要任何東西啦 其實我是覺得 都可以用 同樣類似的方法 去把它抓取下來 那所以第一個啦 其實大家如果套用範本 那就是我們把這個資料 先用IE 物件把它載進來 然後再來的話 可能你要分析一下 分析什麼 分析這個網頁裡面的標籤 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標籤裡面 需要找哪些訊息 第一個的話呢 它一定是一個表格 只是說這個表格是在第幾個 所以第一個你要找這個表格在第幾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裡面這些資料 因為表格標籤底下 下一層的話就是 列 列的話就是 TR 有沒有還有印象嗎 先找表格 再找說它裡面有幾列 我要把它抓下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這個 列裡面的話 到底是 TD還是 TH 理論上當然 都只有 TD TD就是儲存格 但是之前我們氣溫 比較麻煩是裡面還有 TH H TH就是說呢 它的儲存格裡面 H是HEAD 儲存格的頭 那有的 其實大部分網頁是沒有啦 就是只有TD 那這個地方怎麼去 去看到這些相關訊息 其實我講的 比如說這個 我想抓了這個的 一般習慣是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地方是黏度 你一般我習慣選取 按右鍵 把它檢查一下 然後它的右邊的部分 會跳出 這個東西 那你一般習慣是往上推 推到哪裡呢 推到這邊 這個地方有一個table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 因為 知道說它是一個table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這個table 一般找的方法大概 我上次剛才講兩種方法 一種第一個 就是它是第幾個 你可以用算的 可以用算的麻煩 因為每次都要算 第二個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因為它有一個class 有沒有 就是它的類別 那你也可以用透過類別 反正方法很多 如果它有ID的話 你也可以用ID去抓 反正就是 很多種方法 都可以達到 抓取你要資料 這個範圍的需求 只是說你要去想說 哪個方法簡單吧 其實一般如果你實在 不想記太多 你就算第幾個就好了 用算的 OK 算的基本上 還好也不太會錯 OK 所以 我們就怎麼 還記得吧 我就 把它往上推 到這個table 點兩下 我一般喜歡 Ctrl C 然後再 Ctrl F 在 這個地方的話 Ctrl F下方 會告訴你說 找到28個match 不過我建議是 前面再加一個 小於符號 為什麼 因為 標籤的部分 一定會 是小於符號開頭 所以小於符號table 表示說 我要找到的是 這個標籤喔 所以本來是28個 現在馬上變成只有26個 那至於說 我這個年度是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向下 向下的話 因為它會跳 這個 現在這個的話 它應該就是這個table 所以你再往下 應該這邊一個table 這邊又 一個table 然後向下 所以你可以往下 它會告訴你說 在哪裡 還沒到 這個 這個目前 第8個是這個區塊 OK 那我一直往下 然後你記得是在 不是這一個 再往下 這個是第12個 再一直 這個廣告是第13個 跳一直往下 這又是廣告 所以廣告也放在table裡面 然後這個是第15個 這第16個 有沒有 然後再第17個 第17個是它上面的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區塊它變成它也把它放一個table OK 然後第18個 有沒有剛剛好 我們要的資料就剛好在第18個裡面 所以我們 就已經知道有這個訊息了 所以以後的話 我們用 有沒有 第18個 就是這樣 應該有印象喔 我們上禮拜有特別 有講到 只是說 細節啦 這些都是細節 我只是 分享我 如何去抓取那個網頁的一個 步驟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可以按照這個SOP的話 我想應該要抓取 網頁下來 真的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嘛 反正就是 有一個範本 然後有個方法 然後就把這個方法 套用這個 固定流程 那不就 資料就全部下了下來了 OK 而且喔 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現在應該蠻多公司喔 會希望說有人幫他們抓取 他們每天都需要抓取的這些網頁資料 對不對 那以前他們可能土法鏈鋼嘛 那現在可能需要有人去寫 OK 那當然你就可以了嗎 甚至可以來接案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種需求其實還蠻大的喔 所以甚至喔 聰明的人趕快弄一個網 弄個什麼 反正就商品化啦 反正一夜市兩夜市 或者是說有需求 直接跟我聯繫 對 生意就上門了 然後你越做越多 然後再來就是過程當中 你可以 把它做成範本 有沒有 你還甚至還可以跟廠商 合作說 你這個 可以提供給我當成是範本 甚至的話 我可以算你便宜一點 但是你要讓我可以 做行銷 就是做行銷 OK 如果你按例夠多啊 我跟你講以後 根本不用找生意了 生意都自己找上門來了 而且之後可能你也做不完了 OK 衍生性很大啦 那你想說老實說我幫他抓好之後的話 他會不會找我 不會 因為網站會改版 改版之後你就說 改版就另外再付費 因為我重新幫你又再寫個規則 那他網站會改不是我的問題 是 主機的問題嘛 除非你要跟 主機說你不能變動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我上面資料我要變 像雅虎的股市資料就這樣 他最近又改版了 他不讓人家抓 就是他就變了 變了怎麼辦 你不能說雅虎你 可不可以把他改回來 怎麼可能 他聽你的嗎 他都不聽 所以呢 以前可能 有人真的是找人家寫 寫完 可是問題現在不能亂怎麼辦 那這當然就還要有一個 費用嘛 對不對 你總叫人家做事情 你叫個保固的 所以其實 也許這部分 合約可以簽清楚 我只保證說 目前的網頁狀態 不保證說他主機上面的那個內容變更 我還要再做更新 更新另外可能他另外一個費用 這其實大概是可以 可以是規定的 是沒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這部分 先稍微再複習一下 這個東西 尤其是這些 我發現 可能同學對這個東西 比較陌生 那其他還有像我剛剛講的 Table之後的話 還有 TR 有沒有 所以你會往下找TR開頭的 TR 這個TR指的是這一列 所以你優標 只要放這裡的話 其實他也會 有一個反白的狀況 有沒有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 還蠻 蠻清楚的是說 他這個地方 有沒有 他上面會有反白 你優標放這裡 他就跟你講 這一列也在這裡啦 OK 然後他裡面有幾個TD 有沒有 TD 跟各位講 這個標籤後面的東西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這個就是HTML的語言 像這個TR後面這一串 就什麼 這個 Aline就是對齊方式 是至終 BG Color就是背景顏色 Height就是高度 所以 在這些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一列就TR 那裡面的儲存格資料就TD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只要需要 至少你要知道 有三種標籤 第一個是TABLE 第二個是TR 第三個是TD 除非像之前氣候是有TH 不過這邊好像比較單純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一列裡面 裡面放了幾個資料 一個資料 兩個資料 三個資料 四個資料 它這一列是 這個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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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它還有合併儲存格的問題 這個暫時就先不用理會它 那再來的話下一列 下一列在哪裡 下一列你會發現 下一個TR 所以你往下找 這個TR是這一列 第一列 第二列的話在這裡 第二個TR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那你會發現 這個第二列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第二列 它優標放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們優標 一樣把它放在這邊上面 它一樣會讓你 反白 這邊 這個 其實就告訴你 就是這一列 這一列裡面的話 有幾個TD 你會發現 一個TD開頭 然後後面 TD結束 第一個TD裡面就放開盤 第二個TD裡面就放縮盤 以此類推 當然這是第二列 第三列的話 就是這個 所以你這個展開來 一樣 也是一樣 會有很多的 TD 就很多的儲存格 所以 這個又一列 也就是說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Table 裡面的TR 跟裡面的TD 分別把它抓取下來 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資料 就全部下載下來了 只是說 我們知道我們的需求了 再來下一個動作 就是如何再套用到 之前寫過的程式 把這個東西給抓取下來 所以請各位也許 再把這個部分 熟悉一下 我發現可能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大家 對於那個什麼 右邊這個東西的 不熟悉 所以如果你右邊這個熟悉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好像也沒那麼複雜 但是 通常有同學 光看到右邊就頭暈了 這會沒 但是 怎麼講 我一直強調 其實最重要是你要看到 關鍵的東西 其他不重要的先越過 沒關係 OK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可以看懂右邊的話 那我想 你對於那個 網路爬蟲這個部分的 這個概念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一般人就只能看到前面 你看到 是 這個資料背後的更深的一層的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 試著把 這個上個禮拜 講到的這部分也許就 試著再看看 那其實像類似的 這些 資料的呈現 還蠻多的 網頁上面一大堆都是長這樣 OK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當然也抓不完的資料 OK 那如果你做的個案越多的話 那以後慢慢累積 那就 等於是你的 這個專業度越高 OK 慢慢的話我想 你可以成為一個網路爬蟲了 OK 那爬蟲 我一直強調 但不是只有VBA 甚至你也可以用Python 只是說 也許階段性來看 這個低階段 你先把這個會爬 然後也許之後的話 像我另外也有開課 就是 開的課是 從VBA到Python 同樣的東西 我用Python做一次給你看 你不用再重新理解邏輯了 反正只是程式上的差別 那怎麼做 會不會比較困難 OK 那如果同樣再做一遍 如果你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你 等於 我想應該這部分 應該 你就沒有太多的 這個問題了 我覺得 再來應該會越做越有信心 而且 我覺得 這個後續的 野生的需求 其實還真的還蠻大的 OK 請各位試試看 我發現真的 城市對會的人來說 是沒什麼 但對不會的人 我覺得好像 這是太遙遠的一段距離 這落差很大 OK 因為我昨天 就是 之前跟各位講過的 就是 教育部大學 城市設計 一個委員會 專門就推動 然後就邀請我去做了一場 做了一些分享 算經驗分享 我發現 底下大概有六十位老師吧 都是全國的 而且還有從台東 還有從屏東 屏東大學來的老師 可能我原來想法是應該 來的老師應該程度都 應該會非常 應該有一定的程度吧 不過看起來好像後來 好像 跟我想的有點落差 好像還是有點距離 可能是不是因為我們跑得太前面 還是怎麼樣 所以有的時候 不過沒關係嘛 反正 總是超前部署嘛 對不對 因為你 不要等到需要 才來 才來學 才來找 那當然有一點為時以晚 反正我們先OK了 至少我們可以先 在前面 然後慢慢先 把事情先做完了 做完之後 等到人家有一天有需要 就會慢慢會發現你 OK 就像說 像我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我看了一下 我最早是2006年開始上傳影片 2006的話 距離今天也 15年 2021嘛 2006嘛 15年 所以15年前 我就已經開始上傳影片了 我最近因為為了要去稍微分享 我要看一下 什麼時候開始上傳YouTube 我15年前開始 上傳YouTube影片 然後我總上傳的 YouTube的影片數量 上傳給各位看過嗎 不過那個頻道是18000多個 影片 對 所以其實 這個等於是說 也算是超前部署吧 很多人說 YouTube最近才紅的嘛 沒有啦 其實早就已經那個了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著把 剛剛講的部分 重點 再回顧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再把程式稍微 再重點 複習一下 這樣應該大家都會比較清楚 再來的話 就是試著去做做看吧 所以接下來就是 你們要去找一個 你經常會去 去看的 相關的 網頁 最好是跟金融有關的 然後試著把那些 上面的資料 抓取下來 也許會遇到問題啦 不過我覺得 因為問題都可以 可以自己去 試著找找看答案 Try一下 我想如果你這些都可以做出來的話 然後 以後應該也就會越做越順手了 OK 試試看 好看 谢谢观看